大家好 欢迎来到加密星球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比特币能涨到12万美元一枚 而以太坊只有4800美元 索罗纳和边币则更低 只有几百块 难道价格高代表这个币更值钱吗 其实不一定 它们背后的真正的差异来自于发行机制 以及它们的货币属性 今天我们就从一个更深的视角出发 从货币学的角度来拆解这四种主流币种 比特币 以太坊 索罗纳和边币 我们会讲清楚 它们各自的发行规则 稀缺性 使用方式 以及哪一个币更适合你长期的持有 要理解比特币 ETH 索罗纳和边币的价值差异 有一个简单却常被忽略的指标 存量增量比 Stock to Flow 简称S2F 什么意思呢 存量就是当前市场上已经有的总量 增量是一年内新增的发行量 这两个数一除就能够看出一个资产 到底有多稀缺 比值越高越稀缺 越低越容易被稀释 这个模型它不是加密圈杜撰出来的 而是来自于传统的金融界 最初用于评估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稀缺性 2019年量化分析师Plan B把它引入到加密领域 创建了比特币的存量增量比模型 虽然它不能精准的预测币价 但作为衡量稀缺性的刻度尺 在学术界和投资圈都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 先来看一个对照组法币 以美元为例 目前全球的M2的存量大约为100万亿美元 而美联储每年都可以无限量的印钱 它的供给完全取决于政策决策 没有上限也没有技术的门槛 所以美元的存量增量比几乎可以视为无限趋近于零 也因此法币从机制上来说注定会通胀 说到这个稀缺性就不得不讲比特币 我们在之前的比特币答疑2100万之谜当中 已经讲过了它的发行机制 这里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 比特币它不靠央行印钞 也不靠人工的调控 而是写死在代码里边 它采用一种叫做区块奖励的机制 每当矿工打包出一个新的区块 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些新的比特币 作为奖励发放给矿工 这个就是比特币的印钞方法 但和法币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它不会无限量的印制 最初每个区块是奖励50枚的比特币 每产出21万个区块 也就是每四年区块奖励就会减半一次 一次为25 12.5 6.25 到现在2025年已经减半到了3.125枚 等到达第64次减半的时候 比特币的发行就终止了 换句话说 比特币总量最多2100万枚 这条供应线是有终点的 这套机制就像一个倒计时的沙漏 沙子漏完了就是终局 也正因为如此 比特币被称为数字黄金 那它到底有多稀缺呢 我们继续用存量增量比的模型来衡量 到了2025年市场上的比特币存量约为 1970万枚 每年大约新增16万枚 算下来存量增量比约等于120 这意味着 如果你想用当前的发行速度 把所有的比特币重新挖一遍 大约需要120年 做个对比 黄金的存量增量比是多少呢 60 要花60年补回现有的存量 法币则是随时想印就印 存量增量比几乎为零 而比特币会继续减半 它的存量增量比会不断的升高 最终无限逼近无穷大 这让它的稀缺性甚至超过黄金 所以市场愿意给它高估值 不是因为有人在炒作 而是因为它的稀缺性是通过数学和机制 硬编码出来的 那么普通人怎么用比特币呢 第一是储蓄 长期持有 对抗法币的贬值 第二是支付 在30瓦多等地 比特币已经可以日常消费 当我个人认为还是长期持有比较好一点 最好不要用它来作为消费的货币 第三是投资 可通过交易所ETF衍生品进行配置 总结一句话 比特币的价值不在于拿来花 而在于它能拿来存 它不是你的零钱的钱包 而是你的数字金库 以太坊和比特币有着完全不同的设计哲学 比特币有明确的总量上限 2100万枚 它的稀缺性是可以通过存量增量比 稳定的衡量 而且随着减半存量增量比还会不断的上升 但以太坊就不一样了 它没有总量上限 理论上可以持续增发 每年都有新的以太坊 通过质押奖励不断的释放出来 以2025年为例 以太坊的市场总量大约是1.2亿枚 每年新增大约是400到500万枚 换色下来存量增量比大约为20出头 相比比特币的上百的稀缺性 以太坊显得就没有那么稀有 不过以太坊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会烧钱烧钱 2021年的以太坊升级了AP159 这个机制改变了以太坊的货币属性 现在每笔链上的交易都需要支付gas fee 而其中的一部分会被系统直接销毁掉 把gas fee拆分来看 一部分叫做基础费用 base fee是系统根据网络拥堵自动设定 地区支付直接销毁 另一部分是给验证者的小费 叫做priority fee 自愿支付用于加速打包 也就是说你在链上转账 买NFT玩DeFi 每一次操作都在烧掉以太坊 这带来一个新的现象 以太坊有的时候通胀 有的时候通缩 如果增发大于销毁 就是温和的通胀 如果销毁大于增发 就进入了一个通缩的状态 这种设计呢 让以太坊的供应变得动态的可以调整 稀缺性取决于使用的频率 所以以太坊不像比特币靠写死的上限 它更像是石油 你用的越多 消耗的越多 存量也就越少 普通人怎么来用ETH呢 第一呢 可以在UniSwap上换币 就要支付ETH的gas fee 第二是在OpenSea上买NFT gas fee还是以太坊 想赚被通的收益 你可以去质押以太坊 年化收益大约在4%左右 当然以太坊价格波动的风险 一定要注意一下 总结一句话 以太坊是一种被使用 而非被囤积的资产 它是加密经济里的燃料引擎 去动着整个生态不断的前进 Solona的发行机制呢 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比特币靠稀缺性 以太坊靠销毁调解供给 Solona呢 从一开始就选择了 牺牲稀缺性 换取性能和速度 它的设计逻辑很简单 初始年通账率8% 非常高 每年的下降15% 最松呢 稳定在1.5%左右 也就是说 Solona是一条高通胀链 但这种通胀是可以预期的 写在规则里的 如果我们用存量增量比来继续衡量 假设2025年 Solona的流通量大约是4.5亿美 按当前的通胀率 每年新增大约2000到3000万美 换算后 存量增量比大约只有十几 甚至低于以太坊的二十几 更远低于比特币的上百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Solona的单价比较低 只有100到200美元 但它的估值仍然很高 因为它不是靠稀缺来支撑价格 而是靠性能用户体验 生态活跃度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条为高频使用设计的 区块链带宽 不是为了收藏 而是为了让你用得起 用得爽 所以Solona不强调硬通货形象 它更像网络基础设施 普通人怎么用Solona呢 首先是转账 几乎零 Gas fee 像微信一样快 第二是链油 StepN Star Atlas等 热门项目都跑在Solona上 NFT MagicAden 是Solona上最大的NFT平台 DeFi 向Jopitor Vidium 提供兑换交易流动性挖矿 总结一句话 Solona的价值不在囤着账 而在于用起来爽 你用的越多 它的网络就越活跃 整个商态的价值也随之增长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编币 赵长鹏CZ的编币 编币的发行机制 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路径 比特币靠总量封定 以太坊靠销毁机制 平衡供需 Solona选择高通账换性能 而编币采取了一种 类似股票市场的方式 回购再加上销毁 它最初发行了2亿美 但币安承诺 每个季度都会用利润回购 并销毁一部分B&B 直到总量减少到1亿美 就像股票的股份回购 每销毁一次 市场上流通的B&B就少一点 吸缺性就提高一点 举个例子 截止2025年 B&B的市场存量 大约为1.5亿美 每年大约销毁几百万美 所以它的增量 其实是负数 换句话说 B&B并不是通胀 而是通缩的资产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B&B在 没有比特币那样的 硬顶神话 也没有以太坊那样的 庞大的生态 却依旧能长期稳居 前五市值 而且最近一直在涨 达到了新的高点 因为它背后 有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 B&S 普通人怎么用B&B呢 第一 交易省钱 在B&B用B&B支付手续费 可以打折 第二 链上操作 B&B称上的所有的Gas fee 都用B&B 第三是 参与新的项目 B&Lunchpad 通常需要质押B&B 最后一个是赚收益 B&B常用于B&B的理财产品 或者是质押平台 简单来说 B&B它不是一枚 独立存在的私产 它更像是B&B生态的 会员积分 加上能量通行证 你用它 不只是为了省钱 投资 也是为了参与 整个B&B系统的 早期的红利 所以为什么 这些币的价格 差这么多 根本的原因 不是热度 也不是市场的市值 而是它们背后的 发行机制 使用场景 市场定位 完全不同 我们来快速的对比一下 比特币呢 是稀缺的数字黄金 供应鞋子 总量2100万枚 每四年减半 存量增量比越来越高 更适合长期持有 它是存的资产 以太坊 生态的燃料引擎 无总量上限 但通过App 要无几部分销毁 增发与销毁 动态调节 使用频繁时 甚至通缩 它是用的资产 Solona 是为速度而升的 带宽 高通胀换来的高性的 面向高频交易 链油 低费体验 不是为了稀缺 而是为了普及 它是玩的资产 宾避交易所 生态的会员积分 回购销毁机制 通缩设计 绑定了BiS 使用场景更加丰富 价值呢 由平台来支撑 它是近的资产 进入BiS 生态的通行证 所以价格的高低 不等于价值的高低 就像现实世界当中的 黄金 石油 带宽 积分 它们各自都有用 但价值逻辑完全不同 关键在于 这些主流币背后代表的是 不同的货币哲学 有人追求稀缺 抗通胀的硬通货 比如说BTC 有人需要推动生态运转 比如说以太坊 有人呢 喜欢低成本 高效率的网络 Solona 有人选择绑定生态资源的 积分体系 编币 这就是加密世界的 独特魅力 它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多种货币的 逻辑并存 共同支撑起一个 去中心化的 未来的金融体系 好了 节目的最后 留一个问题给到你 如果只能选一个 你会把钱换成哪种 存黄金一样稀缺的 比特币 点燃Web3引擎的 以太坊 享受高速低费 畅快体验的Solona 还是拿一张 币安门票的 编币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 你说说理由 如果你觉得 今天这期对你有收获 别忘了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后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社区 吃瓜群众 自治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